火花四起看起來就像善行機關槍 會鄉隊伍聚集廟宇廣場 看看監視器拍下時間 已經是深夜十一點多 高空煙火照樣施放 只是藉場地給別人辦活動 入竹天后宮 宮親辯士主 竹心會跟廣濟宮 他們也會他們要前來給我們道歉 影響附近的居民 給我們造成很大的不便 廟方透露出現爭議的主辦單位 準備登門道歉 口中的竹心會到底是什麼來歷 有人在嗎 實際找到竹心會神桌上擺放主奉神明 喊話無人回應 隱身在小巷子裡 要不是架設近神的型臺顯眼 恐怕難以想像 這就是盛大活動的幕後據點 那個竹心會是在我們路竹地區 就是一般住宅的私人神壇 引發爭議的竹心會 臉書PO文造成路竹相親的困擾 實在非常抱歉 在一句十二萬分抱歉 底下的留言依舊罵翻 竹心會姿態放低 但早年刑事作風 卻不是這樣 知情人士透露 早年竹心會曾被警方盯上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竹心會靠著吸收廟會成員班底 經營地下錢莊放款 卻對還不出錢的借款人暴力討債 任性主嫌涉重力及非法持有刀蟹 會遭到判刑 那些組織犯罪 當然一定是依法判明 地方人士眼裡的竹心會改變形勢作風 沒想到因為一次神明活動 引發地方民眾反彈 其日的爭議跟著攤在陽光下 三天新聞秋山 三天新聞秋山 翁明文 高雄報導 我們將會議會跟著